做到美食博祖 楼下一顿旺春 能吃几斤泡水 她都会给我电话号备注 哇 看 那个收银的小姐姐 我一直以为她还要来人 吃完了 这么多人 真的非常好吃 一个腊肠青椒的 再来一个普通的 这个是12的 咱先找地儿把这吃了去 来一个大份擀面皮 微辣 多要麻将 记录生活 拍给我朋友看的 是吧 来吧 你们看这个面皮 它是有面的筋道在 还不像凉皮 那么稍微有点脆的那个感觉 就是筋道入味 你能吃到面的口感的那种 那个碎的花生 超级加分 黄瓜和豆芽 这根都不多一点 还有这个饼 它是带馅儿的肉饼 烤得脆脆的 怎么样 太太甜 你看这个饼中间有馅儿的 그런데看这个饼比我整个东西 没有 好多 这么多肉 另外那个饼 就油肥油更有丁度 中文字幕——YK 来姐们来个豪华板 我要送你一朵鲤鲤鲤 满足 套食鲤鲤 又酥又脆 王子鱼特别喜欢吃对面的那个牌灯蛋挞 有一天吃了四个 一天没吃啥 我爱的是这个 特别好吃 要个鲤鲤卷膜 好多要算多要麻将 对 是我 麻酱蒜味 还有汤鲤 这个味道 鲤鲤鱼 他们家沙汤了 水鸡汤 然后现冲的 那个鸡汤里面还有鸡丝啥的 他们家还有刚才用了鸡卷饼他们家 这两天的辣椒 从不敢轻易尝试 微辣的不行 这吃法都是惊艳 来吧 锅铁膜蘸酱豆冰酒样 它是脆的 面好软 你看 蘸这个酱豆 这酱真的绝老 哇 看 老香了 夏天 正常女孩子可以让她当粥喝 都是这样的冰酒量 不是一粒一粒的 稍微点成块的样 天气冷的时候 所有沙汤 黏黏糊糊的 应该配这个 老椒 它自己本身有一点点味道 是没点葱花啥的 有点有点味道 给你们看这个粉鸡哦 都是这样的大肉条 它是纯肉 说外道薄薄一层淀粉 基本上不影响口感 你需要喝它胡椒粉的味儿 看看最后的猫 好喝 这上面的黑点点 看吗 就是胡椒粉 没放辣椒油它也是辣的 全不辣了 真的 全不辣了 太好喝了 这是这儿 肥肠鸡蛋炒面 还有西欧式鸡蛋拌面 每个里面加两块把子肉 他们家西红柿鸡蛋 真的超级紧窍 很多时候半夜来的时候 他们都没有了 两两块肉 我可以要稍微肥一点的 这个行 这个行 不要不要不要 我不要瘦的 不要瘦就行吧 大家都不要瘦 给你们消耗一下 再一把 当当 然后是鸡蛋拌面 肥肠鸡蛋炒面 这大肉8块钱一份 我觉得很超值了 这不就是鸡蛋拌鸡肉吗 上面的肥肠超级多 真的是大火现炒 面条贼入味 这个粥非常好喝 它这个肥肠也都是前面锅里卤出来的 它这个肥肠单拌出来的嘴巴味 鼓打一个油大 我拍摄的今天 34度 湯面真的一点不敢照料 他们家我凌晨两点都来过 就没有没有人的时候 一直都有人 看了 先把这个瘦的吃了吧 你们喜欢吃瘦一点还是肥一点的 纯瘦不好吃 你们有喜欢吃瘦吃的给你们吧 这就是西红柿鸡蛋面的魅力 什么 就是西红柿鸡蛋面的衣裳 就会吃完 一些衣裳 就会吃完 我都吃了 这个衣裳 我都不是欠逻 已经无论了 很多 是 我先要来吃 我们吃完 一下 它这辣椒冷不定不吃一口 那都冷 我挂地儿 今天辣椒煎得好 一点都不甜 料都在碗下面 里面还有一架烧烤 是干醋烧烤 外面挂着一只羊鲜鸽肉的那种 哇 真的好吃 但是就是等太久了 为方等一段时 我吃一口 两口吃了 兄妹妹 今天这一吃虽然普通 但是真的是这个 每一家我吃了都不下20次 有时候好味道 并不是说什么追求网红店啊 或者是一定要摆它好看啊 或者什么 你们知道我喜欢小巷子 或者小普通那种东西 我也不介意环境 比如说身边的东西 越普通的东西 你越是能发现它的美好 今天最后一口 会手会中 拜拜